恭喜大家毕业 先把票射出來 一核對憑證 連家長也要有票券 才能和畢業生一起入場 今年由林青霞擔任青大必點致辭嘉賓 不少學生家長掀起追心熱 沒想到卻傳出家長入場憑證 黃牛票亂象 引發學生不滿 發出文章表示 真6月15號青大必點家長入場憑證 媽媽看到嘉賓是林青霞 就說一定要拿到票 而報酬可以直接私訊議價 在臉書社團內類似文章 不斷出現 憑證價格更被炒到一張最高兩千元 不少人不滿認為畢業典禮 卻搞得像搶演唱會門票 好像會有一點點不妥 用購買的方式的話 因為感覺好像是家長要追寫 我覺得這是個人意願的感覺吧 就是有些人有抽到 但有些人可能抽到了 但可能沒有人可以進去 那麼他讓出來 或許就是他們的自由 體育館場地容納人數有限 加上學士班和壽博班合辦典禮 五千多位畢業生無法容納全部家長 只有中籤的人才能入場 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一個人是願打一個願 如果雙方都你請我願 我是覺得這沒有什麼大不了 因為畢竟想要看一個明星說 他有能力去購買票的話 也是可以啦 許多家長為了想追星寧願高價收購入場平鎮 也引發黃牛亂象 對此清大校方表示 目前沒有收到正式舉報 加上網路社團貼文 有可能是匿名或開玩笑 不確定是否為真 若有學生反映情況屬實 校方會積極配合處理 三星王晨英 王佩華台報導